电磁炮会称霸未来的火炮江湖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16年后的今天 中国却率先实现了电磁炮供电技术的突破 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成功站在了电磁武器领域的前沿 关于中国电磁炮成功测试的消息 则更让许多西方巨头的菊花一紧 那么为什么这些西方国家会如此紧张呢 原因就是电磁炮是一种足以颠覆未来海战规则的武器 电磁炮具有的威力大 潜力大 发射时无噪声 无炮口火焰 火控系统简单 易于实现自动装填 炮弹制作工艺简单等多项优势 可以说电磁炮对于普通火炮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更被军迷戏称为真理大炮 目前美 英 法 日 德等国都在不遗余力的研究电磁炮 都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战争冲突中占得先机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 虽然我国科技研究起步晚 但不得不说 目前在电磁炮研究领域 说中国遥遥领先也毫不为过 因为在中国的武器专家的韬光养晦和不懈努力下 中国是首个将电磁炮装件进行海上测试 并成功打靶的国家 在这里真的要为我国的科研人员点个赞 道生辛苦了 那么充满科幻画风 代表未来军武科技的电磁炮厉害之处在哪里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磁炮的工作原理 与传统火炮利用火药燃烧 产生推动力发射炮弹 使其飞向目标并摧毁目标的发射方式不同 电磁炮是利用电磁系统中电磁场产生的安培力 来对金属炮弹进行加速 使其达到打击目标所需的动能 与传统的火药推动的火炮相比 电磁炮可大大提高炮弹的速度 射程以及精准度 威力也比普通炮弹强大许多 不过 导演 导演